大家好,我是阿列 今次我又來到新宿了 今次我會去試一間我自己想試很久的拉麵 到底是哪一間拉麵呢? 就一起走過去看看吧 先由新宿站的東南口出去 拍攝這裡下雨,所以人流比較少 在這個位置先下樓梯 下雨拍攝有些難度 一手遮一手機比較難看地下 所以下樓梯的時候我都要慢慢走 走到這個位置先過馬路 之後再轉右直走 前面會有多一條馬路 在這個位置再過馬路 那就到的了,是不是很近呢? 我今次就是來試這間免屋海神 這間店鋪在塔比羅谷的分數是3.77 分數上相當不錯 而這間店鋪在2020年的時候 就入選了塔比羅谷的拉麵百名店 這間店鋪是樓上鋪,在2樓 樓梯是比較窄的 所以如果要去的話 就要小心點走樓梯 上去看看吧 走到這裡就看到一個牌 寫著營業中 也會看到這個寫著免屋海神的門口 走到門口,看看裡面有什麼 有一個牌子寫著風華食品特選小麥粉使用 另外還有一個牌子寫著拉麵百名店2020 那我就進去店鋪裡 這間店鋪點餐不是買票 而是要叫店員過來落單 這種落單方式在拉麵店來說比較少見 所以在座位上就會有Menu 而座位也挺寬敞的 也不會迫的 就看看Menu 這間店鋪有兩款拉麵 第一款就是鹽拉麵 餐牌上的左邊就只是鹽拉麵 而右邊那一款就會加多個燒飯糰 另一款拉麵就是辣鹽拉麵 同樣地左邊那一款就只是辣鹽拉麵 右邊那一款就會加多個燒飯糰 而這一款辣鹽拉麵是可以選擇辣度的 一星是小辣 兩顆星是中辣 而五顆星這一款應該就是最辣的 食客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辣度 如果今次就是選了鹽拉麵去試 我自己都沒試過拉麵配燒飯糰 所以我會加上燒飯糰 在座位就有三款糰糰給你吃客選擇 大家可以看一下店內的環境 這間店鋪有幾像家庭餐廳 這邊就是放桌子 有四人座或者是兩人座 而我坐的這邊就類似巴桌的單人座 而這邊的單人座就有五個位置 我叫的麵就來了 看看這碗麵 就這樣看那個湯也挺通透的 可以清楚看到湯裡面的麵 在面上就有些薑、辣椒絲 而這碗麵的右邊就放了兩顆肉卷 然後就看看這個飯糰 就這樣看這個飯糰的顏色是燒得不錯的 而這個飯糰除了飯之外應該還有些魚肉 就看看這個湯 這個湯的顏色是偏向金黃色的 也可以看到這個湯是相當通透的 而且那個油份看上去也不多 然後就看看麵 從這款麵的粗幼去看就知道這款麵是細麵 而且是一款直麵 顏色上偏白一點 然後就看看肉丸的部分 這一顆就是雞肉丸 這顆肉丸下面的黑色部分應該就是菇類 而另一顆就是蝦丸 它的顏色就是偏向粉紅色的 就會像蝦的那種顏色 這間店的肉丸就不像我們吃的圓形肉丸 它是像粗幼的 比較扁一點 這碗麵和飯糰我都吃完了 湯都喝了 那就分享一下我吃完的感想 先說一下這個湯 這個湯的魚的味道是非常濃郁的 而且是鮮味來的 並不是一種可以加魚粉就可以達到的鮮味 而這間店鋪就會將他們當日用來熬湯的 魚的種類和名稱貼在牆上 而當日就是這四款 而這款湯的鹹味我覺得也是剛剛好的 不會太鹹的 又不會太淡 再加上這個湯的油份是不多的 所以喝下去是很舒服的 至於麵的部分 吃下去我就覺得比較軟 我就因為拍攝的關係 所以麵一來到我就不會馬上吃的 雖然麵條放了一會兒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個吸湯能力太強 所以就變得很軟 所以這款麵在我吃的時候已經沒有咬口了 但也是因為這款麵條的吸湯能力好 所以吃下去完全不淡口 每一口都有魚湯的味道 而且這款麵條也挺滑 所以滑麵的時候也挺順暢 這款麵條雖然能夾到湯 但口感上就比較差 這間店鋪在點餐的時候 就可以調整麵的硬度 我會建議點一個硬麵 之後就說一下肉丸的部分 先從這個雞肉丸說起 這款雞肉丸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除了雞肉之外 還有雞軟骨和菇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是豐富的 會有雞軟骨的脆 菇類的爽 和雞肉骨的彈 而且這粒雞肉丸的味道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粒雞肉丸是好吃的 之後還有一粒蝦丸 這粒蝦丸也是做得好的 首先就是蝦丸本身的彈性相當足夠 而且蝦味也是足夠 那粒蝦丸裡面 會有一些圓隻的小蝦肉 所以這粒蝦丸就會有蝦褲的彈性 也會有圓隻蝦的爽彈性 所以這粒蝦丸也是好吃的 最後就按照指示 把飯糰放進湯裡 飯糰放進湯裡 是有點像泡飯的感覺 不過因為飯糰是蝦的 就會有一股椒的香味 再加上湯的鮮味 然後還有米的味道 整個味道是挺好吃的 平時比較多的是會配白飯 拉麵配飯糰比較少 如果大家的食量是ok的話 我都會建議大家試一下這個組合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碗麵算不錯 雖然麵的部分比較失色 但是湯和麵的配合是做得好的 而配料的肉丸也是好吃的 所以就為這碗麵加了不少分數 如果覺得那些雞骨類 豬骨類牙出來的湯是比較油膩的話 可以試一試這一款的拉麵 這一款的魚湯拉麵我是覺得沒那麼油膩的 我吃完麵和飯糰 再喝了一碗湯 都沒有感覺到的 所以吃完這間拉麵 就不需要怕吃不到下一餐 對於女士們 喜歡清湯拉麵的人 又或者是一些不喜歡吃油膩拉麵的人 我都會推薦你們去試這間拉麵店 而且這間拉麵店的位置這麼方便 我覺得一事無妨 這次的介紹就是這裡 有關這間店的資料 我會貼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希望大家可以like、share和subscribe 然後再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用怕錯過之後推出的影片 也是歡迎大家去留言 分享一下自己的意見或者發問也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